马克·扎克伯格是现代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的创始人之一 他于1984年5月14日出生在美国纽约州的白平原镇 成长于一个犹太家庭 他的父亲是一位牙医 母亲是一名心理医生 从小 扎克伯格就表现出了惊人的智力和对计算机技术的热爱 扎克伯格在高中时就开始编写代码 并创建了一些简单的电脑游戏和通讯工具 他在哈佛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和心理学 并在2004年创建了Facebook Facebook最初是一个校园社交网站 旨在帮助哈佛大学学生更好的联系和交流 然而Facebook很快就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 并扩展到了其他大学和全球范围内的用户 现在Facebook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 拥有数十亿的用户 尽管Facebook在业界广受欢迎 但扎克伯格也曾经历了一些争议和挑战 在2018年 Facebook被爆出一系列数据泄露和隐私问题 引发了公众对该平台的信任危机 此外 扎克伯格还因为其对政治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而受到了批评 尽管如此扎克伯格仍然坚定地推动Facebook的发展 并致力于改善平台的隐私和安全问题 除了创办Facebook之外 扎克伯格还积极参与了一些慈善事业 他和妻子普利希拉成在2015年成立了扎克伯格陈慈善基金会 旨在通过教育、医疗和科技等领域的投资来改善全球社会的福利和生活质量 他也曾经参与了一些全球性的慈善事业 例如向非洲国家提供互联网连接等 总的来说 马克扎克伯格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企业家和慈善家 他的创新精神和对科技的热爱推动了社交媒体的发展 同时 他也通过慈善事业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扎克伯格的职业生涯中 他还曾经历过一些法力纠纷和诉讼 最著名的一次是与扎克伯格的前同事和好友爱德华多·萨维林·Edwardo Severin之间的纠纷 在Facebook成立初期 萨维林曾经是该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但他后来被扎克伯格排挤出了公司 并对此提起了诉讼 最终 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 并且萨维林得到了一定的赔偿 此外 扎克伯格还曾经因为Facebook的内容管理和政治立场而受到了批评和指责 他曾被指控忽视了对有害内容的监管和过滤 并且在处理有争议的政治信息时存在天见 这些问题引发了一系列的调查和听证会 使得扎克伯格及其公司的形象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尽管扎克伯格曾经遭遇过一些挫折和争议 但他始终保持着创新和进取的精神 继续推动Facebook的发展 他还通过慈善事业和社会投资来回馈社会 致力于改善全球人民的福利和生活质量 在2012年 Facebook在纳斯达克上市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平台之一 扎克伯格也因此成为了一位亿万富翁 并被公认为是科技行业中最富有 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除了Facebook 扎克伯格还积极参与了其他一些科技项目和社会事业 例如他联合一些其他科技大佬 成立了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突破能源风投公司 实在投资和推动新型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 此外 他还发起了Chann Zuckerberg Initiative陈扎克伯格倡议 致力于解决全球范围内的重大社会问题 例如教育、医疗、环毛等 总体来说 扎克伯格是一位极具天赋和魄力的企业家 他通过Facebook等项目将社交网络和科技创新 带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他不仅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还通过慈善和社会投资回馈社会 为全球人民带来了更多的福利和机会